准备开始相亲 大家好 咱们猛犬基地有一只罗维娜犬 这两天正是谈恋爱的好时候 前两次都被中亚牧羊犬搞定了 这只法国动牛犬 它的心情非常低落 所以我们决定今天也让它尝试一次 两只狗终于见面了 法国动牛犬 那表现相当主动 它想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位女朋友 我一定要好好地把握这次机会 虽然咱们个子相差很大 但是身高不是问题 距离也不是问题 法斗大傻觉得 它只要努力肯定可以搭配上的 大家感觉有可能吗 法斗大傻相对于罗维娜犬来说 确实身高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能不能搭配成功 真是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法斗大傻要加把劲了 有很多网友说 狗是无论体型多么悬殊 都可以搭配成功的 它在乡下就有看到过非常多这种情况发生 有的朋友会发现 一窝狗生出来 它长的是五花八门的 这种情况在乡村情况是比较多见的 这就是因为谈恋爱的时候 谈了太多的朋友了 所以有的狗像这一位父亲 有的狗像另外其他的狗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养狗但是不卖狗 养狗仅仅是兴趣爱好 所以对品项是无所谓的 我也想搭配一些不同品种的狗出来 法斗大傻今天到底能不能成功啊 已经一分多钟过去了 但是它还是没有放弃努力啊 相亲的机会已经给你了 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自己了 半个小时之后 法斗大傻还是没有将它搞定 算了算了 注定要当单身狗了